产起四个异常,提示胰岛或烂乳网筛,若你没有,血糖还算稳定现在,生活水平提高了,我们能接触到更多的美食,享受更优越的生活,但与此同时,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渐提升,其中,糖尿病又尤为突出,我国糖尿病患者已达1.3人,且患病人数还在不断增长。 在这种情况下,许多人仍不了解糖尿病,有时甚至血糖升高还不自知,就会加重病情。 按例,40岁的刘大哥是一名建筑工人,闲暇时就喜欢喝酒,至今已有超过20年的酒龄,再加上有时工作忙,经常不按时吃饭,还会吃一些加工肉、咸菜等食物。 就在前段时间,刘大哥觉得整个人都精神不足,每天都不知道做了什么,昏昏沉沉,视力也下降得很厉害。 起初,刘大哥只当是工作强度大,身体不堪重负导致的。 谁知道检查结果出来后,刘大哥就被确诊为糖尿病。 一般来说,人体血糖升高也不是立刻就能达到的。 在血糖升高的同时,身体会出现一些异常表现。 尤其是晨起时,身体更是检测血糖的镜子。 医生表示,经常喝酒,饮食不规律,常吃加工类高盐食物,都会损伤胰岛,加速糖尿病的到来。 晨起四个异常,提示胰岛或烂乳网筛。 若你没有,血糖还算稳定。 一,口干口臭。 晨起时,如果突然觉得嘴里有臭味,就像烂鸡蛋的味道,可能在告诉我们。 血糖水平在升高,因为血糖升高时,人体糖分在经过一夜的运转后,会随着唾液一起进入口腔中。 而口腔中本身就有许多细菌,二者混合在一起后就会产生氧化氢这种气体,导致口臭。 另外,在口腔有异味的同时还出现口干的现象,也极有可能是血糖在升高。 因为血糖升高的后果之一就是渗透性利尿,当人们小便次数增多时,就会出现口干的情况。 二,皮肤臊氧。 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发布的研究显示,当一个人的血糖升高时,体内糖分因为超出正常范围,因此会随着汗液排出体外。 早晨起床时,身体经过一晚的新陈代谢,晚上也会排出部分汗液。 此时,这些汗液中的糖分就会伴随一些细菌,分解后会人体皮肤造成很大刺激,引起皮肤臊氧的现象。 三,手脚冰凉。 一般情况下,患者早晨睡醒时,四肢应该是温暖的。 但研究表明,血糖异常的人因为血液过于粘稠,因此患者血液流动不太顺畅,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。 此时,一些器官都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,手脚处于神经末梢更容易受影响,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。 四,视线模糊。 血糖过高,晨起很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的现象。 这是因为血糖过高,体内新陈代谢变缓,血液流通减缓。 此时,视网膜中的血小管也会出现宫血不足的现象。 这时,患者就会出现视线模糊的情况。 胰岛损伤的人如何恢复其功能? 常做二是,血糖或能慢慢稳定。 一,食疗降糖物质。 二,经常锻炼。 经常运动可以帮助消耗血液中的糖分及其他杂质。 使血液流动速度更快,血管变得更通常。 既能帮助降糖,又能预防其导致血管病变。 胰岛功能越差,血糖越难控制,越容易出现高血糖或低血糖。 随着病程发展和不断治疗,有些糖有的胰岛功能越来越差。 而有些糖有的胰岛功能则逐渐恢复。 胰岛功能变差或恢复时,身体会发出一些提醒信号, 糖有千万别忽略。 出现四个症状,提示胰岛功能可能变差。 一,短期内,体重明显下降。 短时间内,糖有的体重出现明显下降。 排除其他疾病后,可能考虑胰岛功能受损严重。 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,血糖不能被充分利用。 身体开始消耗蛋白质和脂肪。 二,频繁出现低血糖。 开始频繁出现低血糖,说明胰岛功能变差。 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差。 三,血糖波动大,超过4.4毫摩尔每升。 血糖波动比较大,像过山车一样。 一般来说,一天中最高的血糖和最低的血糖。 相差不超过4.4毫米OL,如果经常超过这个数。 说明胰岛功能可能比较差。 四,空腹血糖高,超过10毫摩尔每升。 如果出现空腹血糖异常升高,黎明现象或早餐后持续性血糖异常升高,延伸黎明现象。 说明胰岛功能可能变差,血糖控制难度增加。 有研究发现,当空腹血糖10.0毫米OL时,胰岛功能仅有4%,当空腹血糖12.2毫米OL时,胰岛功能基本丧失了。 出现四个症状,可能胰岛功能再恢复。 一,血糖慢慢下降。 没有改变治疗方案的情况下,对比之前的血糖值。 发现血糖慢慢在下降,并趋于达标。 说明血糖得到了控制,胰岛功能再逐渐恢复。 二,药量减少了。 例如,以前每天打几十个单位的胰岛素,血糖控制还不理想。 现在每天打十几个单位胰岛素,血糖就比较理想了。 这说明胰岛可能恢复了部分功能。 三,并发症减轻。 糖尿病并发症相关的症状,现在减轻了或完全没有了。 说明胰岛功能部分恢复,病情好转。 四,不会经常感觉恶。 糖尿病对糖类的利用率低,容易感觉恶。 如果胰岛功能变好,利用糖类的能力加强。 在饭量上也会维持到一个正常的水平,不会常常觉得恶。 最后提醒大家,如果你想知道真实的胰岛功能好坏。 还需要去医院做胰岛素释放或C态释放试验。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有帮助,帮我们点点赞和再看吧。 一,不吃药降血糖的七个方法,赶紧收藏。 二,这四种面条对血糖影响小,非常适合糖尿病病有吃。 三,吃待裂净俩字的降糖药,切记三药三不要。 不注意的话,会有严重副作用。 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下面四个表现,恭喜你可能是胰岛功能在恢复。 一,血糖变好了,治疗方案没变,血糖水平却比之前更平稳。 高血糖慢慢下降,血糖得到了控制并趋于达标。 说明你的身体在好转,胰岛功能在恢复。 二,药量减少了。 如果医生让你减少降糖药的药量,说明胰岛可能恢复了部分功能。 比如说,以前每天需要打几十个胰岛素,现在每天打十几个胰岛素血糖就保持得不错。 三,血糖平稳了。 以前经常发生低血糖,现在很少发生低血糖了,血糖慢慢变平稳了。 这意味着胰岛功能有所恢复,病情再向好的方向发展。 四,不经常感觉饿了。 吃饭的量正常,不会老觉得饿了。 因为胰岛功能受损,身体不能很好的糖分,所以容易觉得饿。 要是胰岛功能再恢复,身体利用糖分的能力就会更强。 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减轻,频繁出现低血糖。 血糖波动变大,空腹血糖升高等,说明你的胰岛功能可能在减退。 建议你试试下面五个方法,可以帮你修复胰岛功能。 修复胰岛功能的五个方法。 一,尽快把血糖降到正常。 血糖越高,胰岛功能退化越严重。 新诊断的糖友,要尽快采取强化治疗措施,将血糖降到正常水平。 这样能有效恢复部分胰岛细胞的功能。 二,每餐只吃七八分饱。 每餐只吃七八分饱,感觉不饿就好。 不要吃撑了,以免增加胰岛负担。 三,坚持低脂饮食。 尽量少吃或不吃高油脂的食物,如油炸食物、肥肉、动物内脏等。 每天的食用油控制在25到30克。 因为高脂饮食会使体内的油离脂肪酸增多,从而损伤胰岛细胞功能。 四,减轻体重,控制腰围。 很多糖友的体重和腰围下降后,血糖就恢复正常了。 这是因为肥胖会增加胰岛素抵抗。 胰岛细胞不得不努力分泌更多胰岛素,无形中增加了胰岛的负担。 五,尽快戒酒。 喝酒过量可引起胰岛氧化损伤,对胰岛造成伤。 因此,建议糖友尽快戒酒。